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黑人大神也加入了进来 成了这个地球上神秘一样的存在 他们所欣所欲 率真快乐 可以这样 还可以这样 一说到黑人的可爱 大部分人也许会幻想过这样的画面 在一个晚上 我的母亲问我 今天怎么不开灯 我说在我的想象中 有一口大白牙 不光如此 光有一嘴闪白闪白的牙齿还不行 如果你不会点rap 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黑人了 熊孩子吵架 无非是争宠或者抢东西 没啥正事 但是这俩小哥 一定是因为找到了音乐上的知己 才根本停不下来 果然天赋一旦爆表 男人女人都自带rap技能 我说明天赋一旦 我说明天赋一旦 i know what she said yeah i know she come out of the matter with her baby with my shoes on shoes on so what were you guys able to do to come back and win this thing alright well at first we started slow we started real slow you're gonna battle you're gonna fight win or lose you're gonna be alright regard from the scoreboard you can do anything that you've heard for do it for us do it for one another do it for yourself and do it for each other regard from the scoreboard 这要是夫妻吵架 大妈骂街都能自带rap 至少比干妈有趣多了 作为路人耳朵也能少受点醉不是吗 不过你要是以为他们仅仅是嘴上功夫厉害 那下面这个拉眼的画面肯定会又让你长自私咯 看见没有不想当厨子的台风不是好司机 不喜欢干我的黑人不是好保安 为节目没目的的恋爱都是傻流氓 呃呃好像跑题了 话说回来这只是强悍的战斗民族圈的冰山一角 话说他们的无数表演更是牛逼的一节呢 大家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 接下来您看到的画面我们能保证的就是 这位战斗型的大哥绝对的身体正常身心健康 改个音乐小编先走一下 老师一招后卫假动过防守 我真的很好奇他眼睛里面看到的是什么 难道是这样呢 这样呗 还是这样 这种体验就应该带着女朋友去 一定会成为霸妹的神器 有利于幸福的亲密接触 受到妹子但还是要叮嘱那些 平时喜欢找点小刺激的小妖精 还有老司机 安全第一 不仅要考虑自己 还要顾及一下随行小妖精的心理承受能力嘛 因为不是一般人会像这个小姑娘一样 在硬哄的情况下 还可以强行嗨批的 怎么样是不是比你想象中的战斗民族圈更牛逼呢 如果你觉得长出事了 就赶紧订阅我们的优酷子频道 核心股腹 悄悄道哭你 你点击屏幕优侠风的订阅按钮的姿势 好帅哦 好啦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就结束了 喜欢我就可以去搜索我的微博 我马眉喵 最后一会儿老邦 每天更新影片见